严世凡 伏法 下狱后的严世凡一口咬住了蓝道行 他说 邹应龙尚书是受蓝道行蛊惑 家境对于那次将神本来就有些怀疑 只是请神容易 送神难 不好意思说鸡鱼有误 现在严世凡既然喊冤 他便在盛怒之下将蓝道行也送进了诏狱 严嵩的党羽立即开始活动 最先出面的两个家伙 一个担任大理寺卿 另一个担任刑部侍郎 执司既为执法 王法当然方便 于是找到蓝道行表示 只要供出所有的事情都是徐阶暗中执事 就不但可以平安无事 还能有重金筹写 蓝道行却不为所动 他说 除贪官自是皇上本义 旧贪腐自是御史本职 管徐阁老什么事 这位道长还真是条汉子 当然 他也付出了死在狱中的代价 事实上 邹应龙尚书虽然跟蓝道行有关 却不是受蓝道行指使 他是因为避雨而躲进一位太监家 才听到神仙说严嵩是奸臣的 太监为什么要告诉邹应龙 无从计考 多嘴多舌趁机炫耀的可能性较大 所以郑时也认为是碰巧 总之去年一场大火烧掉了严嵩的圣券 今年一阵大雨又浇灭了严嵩的权势 这可真是水火无情 嘉靖皇帝却对严嵩仍有眷顾 甚至以退位相要挟 明令徐阶等人就此罢首 徐阶当然知道不能霸王应上宫 但清除严嵩的党羽却没有任何问题 于是 严世凡发配雷州冲军的第二个月 大批身居要职的高级官员落马 基础动摇 团伙瓦解 剩下的事情就是等着严世凡自己找死了 严世凡也没有让人失望 他并不曾到雷州卫服刑 只在广东南雄住了两个月就溜回家了 回家以后也不肯韬光养晦 反倒做了三件事 与同样是从服刑之地逃回的罗龙文 私下里来往 诽谤朝廷 收买亡命之徒藏在家里 扬言要娶徐阶和邹应龙的人头 大兴土木修建私宅 规模之大严重超标 简直就有蔑视王法的嫌疑 地方官员当然不能坐视不管 最先发现违章建筑的 是圆州府专管刑狱的正七品推官 郭建臣 他是另有公务碰巧路过 看见严世凡的家奴 正指挥上千工匠搭建楼堂管所 这帮家伙气焰嚣张 不但对他这个朝廷命官傲慢无礼 还公然向他扔瓦片 郭推官咽不下这口气 一撞告到林润那里 林润是福建莆田人 跟邹应龙一样 也是家境三十五年的近史 当时正以南京督察院御史的身份 巡视江房 此君早就痛恨严嵩父子 立即受理此案 经过明察暗访 掌握了不少证据的林润 即以八百里加急的方式 上奏朝廷 状告严世凡和罗龙文 网罗江阳巨道 私用围制车幅 日夜攻击朝政 招募勇士四千余人 明显的有非分之下 不臣之心 皇帝勃然大怒 下令将两名案犯捉拿到京 此时严世凡的儿子严少廷 还在北京锦衣未任职 得到消息立马派人通风报信 让他爹赶紧逃回雷州 只要严世凡人在服刑之地 对方就有诬告嫌疑 那知道两天之后 早就让郭建成严防死守的林润 便亲自赶到了江西分宜 当场将猝不及防的严世凡抓住 套上枷锁就走 这会儿是嘉靖四十三年十一月初二 官场的腐败也在此刻暴露无遗 尽管皇帝已经下诏 将此案交由刑部 督察院和大理寺三法寺审理 严世凡被押界进京之后 却居然人身自有 他召集党羽交代说 皇上对贪污受贿不太在乎 尽管承认 迫害忠良则要大输特输 因为那都是他老人家亲自批准的 看了以后一定怒不可遏 然后严世凡一声冷笑 任他燎原火 自有倒海水 党羽们立即四处活动 三法司倒也欣然接受 因为贪污受贿和迫害忠良都是事实 而非分之想和不沉之心 反倒查无实据 更何况林润的书文 原本就说得含糊其词 道路皆严两人通窝 便且不测 什么叫做道路皆严 说白了就是道听途说 只不过说的人多 不仅有路人甲 还有仪丙丁 这又岂能作为证据 于是办案人员决定 拿兵部员外郎杨继盛案 和锦衣卫经历审炼案做文章 这两个人都是因为上书弹劾严嵩 而被害死的 手段则是将他俩列在 其他死刑犯名单中 交给皇帝稀里糊涂批准 因此这是公认的冤案 民愤也极大 刑部尚书黄光生 左都御使张永明 和大理寺卿张首直 都深以为然 便照此拟定罪名 写出奏稿 请首府徐杰过目 徐杰看了点头 三位果然是好法官 断案一流 三法司松了口气 徐杰却将他们沿入内室 秉退左右 再低声问道 三位认为 颜公子是该死呢 还是该活 三法司说 死有余辜 徐杰又问 这份奏稿 是能杀他 还是能放 三法司说 认定迫害忠良 正是要他杀人偿命 徐杰冷笑 杀人偿命 那些事可都是皇上批准的 皇上何等英明 岂能认错 一定怀疑 有人要借严氏凡案 做他老人家的文章 所以此奏一上 三位自己就会有大麻烦 严公子反倒可以骑着马 悠悠闲闲地出京而去了 三法司恶然 一格老说 又该如何 徐杰说 还是要以林润的原书为主 三法司又恶然 不知道该怎样下笔 徐杰这才不紧不慢地 从袖中掏出写好的文稿 非常谦和地征求意见说 请诸位看看 这个如何 三法司接过一看 道路皆严 变成了确有其事 声称南昌某块地有王气 怂恿严氏凡在上面 建造府邸的 是彭孔 招募步伐之徒 聚集武装力量的是典雅 勾结倭寇 煽动严氏凡外投日本的 是罗龙文 幼稚外兵理应外合的是牛信 全都有名有姓 堪称言之糟糟 黄光生等人明白了 全都唯唯诺诺 徐杰又问 此前老夫叮嘱三位 要带官印和抄写力一起前来 应该没有忘记吧 三法司答已经来了 徐杰又说 事不宜迟 夜长梦多 于是立即照抄 用印上奏 家境却不糊涂 他说 这个逆情非比寻常 你们只是将林润的书文 又说了一遍 何以示天下 应该由刑部 督察院和大理寺 会同锦衣卫再审 据实已闻 徐杰接过手翅 放进袖子 急出长安门 三法司和锦衣卫的长官 都聚集在那里 徐杰随便问了几句 便立即回家 写出奏折 报告皇帝 事已堪食 其交通倭寇 前谋叛逆 具有险证 请急证典型 以泄神人之分 话说的斩钉截铁 皇帝只能批准 家境四十四年 三月二十四日 严世凡扶诸弃士 这时距离万寿宫完宫 正好三年 之后是抄家 据说 从严府抄出了黄金 三万多两 白银二百零五万五千余两 其他珍宝骨丸 价值数百万 严嵩倒没有被进一步追究 嘉境四十五年 四月二十一日 他在贫定交加中去世 终年八十七岁 死的时候 既食于墓舍 既无棺木下葬 更没有钱去吊咽的人 那么 该如何评价严嵩 万物 未经许可 除鉴